烏克蘭東南大臣馬力波 幾乎被炮火摧毀殆盡 更傳出二軍對守軍和平民動用化學武器 當這種城鎮在大門越血腥 或者是越殘暴的時候 去運用這種武器的話 自然是很有可能回去上級無呼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擴散性的一種攻擊武器 更多精彩內容 請鎖定自由時報新聞360 歡迎收看新聞360 我是主持人呂月琪 趕快來看到烏二戰火的最新發展 二軍殘酷殺害平民的消息 不斷傳出 特別注意到二軍最新的前線將領 在敘利亞期間 已經有對平民施暴的紀錄 外界擔心他對烏克蘭平民採取的行動 恐怕會更加殘暴 沒想到今天就傳出 二軍在烏克蘭東南大臣馬力波 對守軍和平民祭出化學武器攻擊 回過頭看到二軍近期在不查 屠殺300多位平民的消息 現在又傳出可能要啟動生化戰 國際社會可能再掀起反彈行動 詳細狀況把時間交給記者楊瑤如 俄羅斯戰爭罪犯刑又要再加一筆了嗎 根據外媒最新消息 烏克蘭國民警衛隊亞素穎指稱 二軍利用無人機向馬力波的軍隊與平民 投放不明原料製成的有毒物質 多人已經出現呼吸衰竭等症狀 烏克蘭議員在推特發文呼籲 美國總統拜登與北約對此作出回應 美國五角大廈則發出聲明表示 擔心俄軍會在催淚瓦斯中混入防爆藥劑等 化學藥物來進行攻擊 俄軍使用的應該是白磷彈 它的一個特色是因為它在燃燒的時候 會冒出大量的煙霧 那同時這個磷又是有毒的 因為你如果在城鎮戰或是在這個地道啦 傳統武器或者是一般的炸彈 沒有辦法去做到有效的攻擊嘛 所以你就會用這種煙霧去把這些人給逼出來 二方面的話是這種白磷彈有事 它也會有發煙性 所以它這個煙霧會去標定兵空中支援 或者標定炮兵支援 這必須說其實戰爭就是殘忍的啦 如果去運用這種武器的話 自然是很有可能會去上級武功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擴散性的一種攻擊武器 時也會變成說你很難去區別 正規軍跟游擊隊或者是這些平民 俄羅斯軍隊再度傳出暴行 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把矛頭指向 俄軍將領德沃爾尼科夫 他在2015年到2016年主持俄軍在敘利亞行動期間 就已經有對平民施暴的記錄 蘇利文表示他在烏克蘭對平民的暴行 恐怕還要更多 事實上俄軍早在2013年介入敘利亞內戰期間 就已經施放化武 明明使用了國際禁用武器 但國際就責卻是風聲大雨點小 其實在在二次波灣戰爭 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 美國的阿富汗戰爭 其實都有去使用 只是說他使用的程度是如何而已 是多還是在定點上面的一個東西 其實國際仲裁或是國際的介入 他的一個效用其實也是有限 他有沒有使用這些武器 你要去在戰爭的時候去就責是蠻難的 頂多有可能會是在他使用這些武器 讓其他國家更加的去統勤烏克蘭 提供烏克蘭更多的一些軍務或者是資金 馬力波疑似遭受化武攻擊消息一出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發出警告 表示俄軍正準備對烏克蘭 以及烏克蘭守衛軍 展開新一階段的恐怖行動 對此英國外交部長表示若查證屬失 將會對俄羅斯總統普廷 以及普廷政府進行就責 隨著進一步指出 真正踩到西方國家紅線的 其實是俄軍的這個行為 對平民的屠殺 對平民的一些攻擊 這個其實反而會比華武這一塊還來的嚴重跟重要 個人會認為現在其實各國會對於烏克蘭的援助 從原本的一個比較防衛型的武器 現在開始慢慢的去變成一個進攻的 像是裝甲部隊啦 或是一些戰車啦等等這一些武器 好 除了關注戰爭現場 我們也把焦點放在俄羅斯總統普廷的態度 最新消息 奧地利總理11日前往俄羅斯跟普廷會面 他是戰爭開打以來守衛於普廷會面的歐洲領導人 只是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會談 他說普廷已經陷入堅持戰爭的邏輯裡 也顯示說外界對於戰爭停火的期待 恐怕再度落空 如果你對這個議題有其他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新聞360 我們下次再會 等一下 先別走開 提醒你要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精彩新聞議題